之前小琪买的花酒的种球 是买的玉兽苗 现在进入秋天了 它来了 来货了就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小琪之前给大家做过一个风雨兰 在宝文乡里种的 开花拨户盆的 好的话就说 您这个就是花酒 根本不是风雨兰 其实风雨兰和花酒的种球 您自己就能够明显的区分 您买到手以后 你看大的 这个就是风雨兰的种球 小的那些 长得非常小的 那是花酒 这么小的种球 它就是开花的了 所以说 您不要再去纠结这个东西 它们开花 是不一样的 叶片是一样的 都是长得叶片像韭菜一样 但是呢 花酒能够有蓝颜色的 我买了三个颜色 其中就有一个是蓝颜色的 还有一个粉色的 对于这种小的种球 秋季栽种是最合适的 因为我们现在 直接栽种上 长上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它长上几个叶片 接着就会开花 开出来的花 跟风雨兰的花形是一样的 而且有蓝颜色的 非常的漂亮 那么您想知道 怎么栽种吗 很简单 我是用这种酒微盆 打算一直放到里边的 所以说多颗放到一起 然后将种球挨个的摆到上面去 留出一定的尖锡 之后稍微复土 复土不要太深 记住 稍微复土就行了 刚刚把它的尖盖起来 这样就栽种好了 因为它跟风雨兰不一样 我们栽种的时候 要稍微覆盖土壤 它会慢慢的长出芽子来 然后直接长叶子 但是千万别盖得太厚 这样 由于秋季温度比较合适 我们现在栽种上 可以直接给它浇水 如果是夏季买的 栽种以后就不要给它浇水 因为浇上水以后 球容易烂在里边 这样直接给它浇上水以后 放在一个可以见光的位置 随着温度逐渐的降低 在30度以下的时候 它就会快速的去蒙芽 到时候长出芽子来 然后长长叶子 它就会接着开花 能够持续开一个秋天的时间 如果冬季温度比较合适的话 如果说你是在楼房 有空暖的话 那么它也是能够开花的 到时候开花花期非常的长 开花也是非常漂亮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栽培一下 按照小机说的方法就可以了 好